人是會累的 而且父母也不是一個人 感人真實故事 透過精湛演技呈現 大愛劇場 你好我是誰 主要演員與本尊 來到嘉義與觀眾見面 歡迎我們的最佳男主角 二世紀 有獎征達 溫馨互動 劇中主角分享演出心得 我怎麼樣能夠在戲裡面 把這樣一個人的那樣的一個 慈悲慈愛的一種磁場 去演出來 這是我有壓力 一個演員如果能夠演到這樣的戲 能夠為社會帶來一些改變 或者教育 我覺得就值得了 這齣戲描寫大林慈激醫院 曹文龍醫師 帶領失智症照顧團隊 用心付出的點點滴滴 由於嘉義就是故事發生地 讓曹文龍醫師特別有感 師姐們都跟我很熟 在社區裡面我們都常見面的 所以一起來服務大家 那種感受就想在家裡辦 你好我是誰 劇情感人又富有醫學教育意義 觀眾從中收穫滿滿 尤其是看到那個草爸這麼孝順 有時候我們就從他的行為當中 去想想說我們自己有沒有做到這樣 透過見面會拉近與觀眾的距離 也希望藉由優質戲劇 喚起更多人重視失智問題 大愛新聞張貴丹 歐陽光輝嘉義報導 除了 , 好